哈喽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在丽江的白沙古镇 然后呢,今天是大家出来要吃个饭的这边 这是一个游客比较少的一条小街道 然后呢,也很有古香古色的当地气息的 当地人比较多,然后呢,也有很多好吃的 然后我们刚才找了一家,一起同学带我们找了一家很偏很偏的 对,因为之前他们来过了,然后他们知道这边哪里好吃 这边有很多老秀的服装 他们之前在这边来过一年 这边有个性啊,就是属于这边的一个当地一个民族的一个服装 还有这边有很多老物件 刺绣的意思,老秀 你不要光看,穿上以后不一样的 是吗? 他那天就穿着挺好看的 这没尝试过这种风格啊 你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 你穿一下,我给你拍一下 这能试吗? 能试,能试 我们应该试了好多 这件还是有点洋气的 哇,挺意思这个,配你这下面的裤子还挺好 我之前买了几个肚子,挺有长有短的 他有长有短的 他买了好多 哇,这家店 这个布料好有个性 对啊 咱们可以玩一下扎染 这春天染的颜色染 还是可以,咱们自己 这边的扎染啊,咱们可以自己把它打结来 然后呢,自己去染 然后出来的花纹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能好看吗? 好看啊 它是不规则的那种 哇 好多漂亮的面料 它这种是 诶,这种好像还挺好看的 嗯,这种肯定就是 这种可以挂在墙上 对 这就得装饰的一个风感 就好像是那种 很有设计感的 嗯 就是烤火用的吗? 中间放炭的 然后变成烤肉 哦,对对对 哇 这边上是烤肉的 颜色还不一样啊 可能是不同的那种 大家看一下那边 那一排 全是那种古老的房子 嗯,什么? 它这个染色染的 对,它这个就是扎染染的 中间一揪揪起来的 然后不知道下面怎么弄 然后就会这样子 然后你看这边 有那种帽子 去东北的时候 可以戴的那种大帽子 哦 雪山飞火 对啊 这种皮帽 看到了这边门口 趴着一只小可爱 哈喽 用小眼神瞟了我一眼 你在这边干嘛呢 你在干嘛呀? 吃饭了吗? 哎,人家安逸的享受下午的时光啊 这里有好多咖啡厅啊 我们的前方就是玉龙雪山 前面房子有点挡了 这里离雪山好近啊 然后我在想这里的水 是不是雪山上的画的雪水啊 一直在不停的流着 其实有时候感觉啊 像来到这样一个 宁静的小街道 然后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 三五成群的朋友一起在这边 喝喝咖啡 然后看看路边的风景 听着清澈的吸水流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享受的 特别是看这个角落 就感觉特别的温馨 特别的安逸 这个咖啡厅还是蛮有吊吊的 这个大牌坊白沙 还是很古老的看起来哈 诶 这边好像又是新建的 诶 这边好像又是新建的 新建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吃饭了 应该是 现在来到纳西城杂锅菜 哇 里面还挺大呀 这是在白沙谷镇里面 还有位置吗 看看 哇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叫什么锅 纳西纯杂锅菜 杂锅菜哦 好多猪蹄啊 底下是菜 猪脚 我知道 猪脚底下是啥菜 这一大锅一百块钱 这一大锅一百块钱 大家觉得便宜吗 这一百块钱 我觉得好便宜 那我们买猪蹄都不够钱 对啊 然后炖好里面还有其他的菜 哎呀 开吃开吃 这料也真的是太足了 上面全是猪蹄 这一份一百块钱 够我们五个人吃的 一起那口汤喝下去 好 它又是神仙啊 好 好逍遥快活的感觉 你们都早上都没吃 来来来 猪蹄啊 猪蹄啊 这叫肥而不腻啊 相当好喝 对 我现在又来到了丽江巷山这个萝貌市场 然后又来了这家牦牛店 上次就是在这家牦牛店买的 现在刚好老板还有一个箭子肉 让他把骨头剃掉 现劈的 现劈的 这个这个箭子肉剃下来到时候拿回去乳 这骨头就这样剃下来了 现在来这个超市呆收点 拿快递 这家全部满满的好多呀 这是弄牙的一个大折叠架 呀 这是我的衣服哦 大圆服哦 你真的是体格太棒了 不能妈 你瞧瞧我 太热了 太热了 这个是什么 对